滷鍋的豬肉用菜刀剁成碎肉 放進鍋裡加熱 炒一炒再夾進酥脆餅皮 最後放上滿滿蔬菜 熱騰騰肉夾模新鮮出爐 中國美食肉夾模在台灣創紅 不過也有民眾把它跟掛包做比較 就是外觀都都是 用饅頭去夾的感覺 因為掛包它是 它那個是像饅頭的那個餅 它這個是很酥的 喜歡吃那種 像饅頭類的那種包的話 反正就選掛包 如果你喜歡吃酥脆的 當然是以這個為首 民眾看法不一 有的說肉夾模跟掛包外表很像 有的說口感一個酥脆一個軟Q 根本不一樣 是比較北方類的這樣子 對 然後它就是沒有加酵母那些的 吃起來比較像燒餅 饅頭 饅頭的成分去做的 有酥肉 肥肉 還有三層肉都可以 煎台上鋪上一勺綠豆粉畫出超大的圓 再搭上雞蛋 放上蔬菜蔥花 還有這個口感酥脆像油條的果子 折起對半 最後整個包起來裝進盒子裡 這個來自天津的煎餅果子 也有民眾說像燒餅油條 料很多的燒餅 我覺得它滿好吃的 就皮脆脆的 物或少其實都會有一點類似 可能它會比較接近我們 傳統的那種麵糊蛋餅的口感 會比較像 因為它的餅皮是比較偏軟Q的 業者說煎餅果子 餅皮 食用綠豆粉製作 口感更像蛋餅皮 生意好一天可以賣出上百份 大陸美食進攻台灣跟台灣小吃 比外觀 比口味 好不好吃 各有所好 三立新聞護士 英成員 高雄報導